李健老婆微博曝光 李老师高冷形象崩塌 网友不是不暖 只是就对一个人暖中国新歌声 新三季已经开播了 这个选秀中意 虽然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热度 但却仍然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在新一季的导师郑中中 李健的加盟格外引人注目 作为四位导师中 唯一一位内地歌手 李健在舞台上频频爆出金句 与其他几位导师的互动也十分有趣 可以说增添了不少节目效果 也让李健大量圈传 李健出生于1974年 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高材生 然而虽然身为学霸 李健却有一个音乐梦 2001年 他与清华大学的同学罗庚区 组成水墨年华组合 开始进军歌坛 水墨年华一出道 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曲目 一声有你火遍全国 那时候大街小巷的音像店 似乎都在播放这首歌 然而李健在水墨年华组合里 只待了一年的时间 就因为组员音乐里面不合而离开 之后 李健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创作之路 期间也发表过《似水流年》 《闺蜜》而来 《想念》 《音乐奥》等多张专辑 但都幻想平平 直到2013年 李健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与孙力合唱了一首《风吹麦浪》 才让更多的观众认识了他 但即便如此 大家更关注的还是演员孙力 而李健只能算是一个绿叶 李健真正进入事业上升期 是在2015年 这一年他登上了 《我赤歌手》第三季的舞台 行界出众的歌唱实力与稳健 而极富魅力的台风圈粉无数 受到众多歌迷的喜爱 至此 他的事业终于迎来第二分 之后 李健的音乐之路越来越顺遂了 频频在蒙面唱江 歌手 快乐男生等热播综艺中亮相 连他多年前创作的歌曲传奇 也开始走红 可以说多年来沉下心来 做音乐的李健 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丰收季 翠季 李健的妻子小贝壳 也开始在网络上走红 原来是他的微博被网友扒了出来 而其中记录了很多 跟李健之间的生活点滴 让网友看到舞台上 深沉高冷的李健 在太太面前 却有调皮又温柔的一面 李健和太太之间的爱情故事 也仿佛小说一般美好 两人是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 小时候 学霸李健 经常辅导太太数学 后来太太也追随他的脚步 考上了清华大学 后来两人走到一起 也仿佛是顺理成章的 就像他太太在微博里写的那样 我发现了一天 也没有 我发现了一天 很稀疻地 我发现了一天 大学厚水